大家好,我是Desmond,很久不見了 不知不覺兩星期沒有出過片 今天出來大家就追巴士 我們的目標巴士已經在鏡頭面前出現了 就是追了一輛廣告巴士 今次的主角不是Anson Lo Lo Hunting 而是Ian Chan,陳卓妍 近來很多廣告都是用MIRROR去做 其中為什麼要追巴士呢? 因為巴士的特色就是 除了外邊有MIRROR成員之外 還有巴士的內在都會有廣告 有Ian 的樣子 跟上次Anson Loan不同 始終沒辦法比較 上次Anson Loan是歌迷出錢 當然資金有限 現在黑白淡奶 整間公司出錢的財力 一定會比歌迷更多 所以今天來到灣仔碼頭 不過講開追巴士 這卡就難追過Anson Loan 因為Anson Loan 基本上一定是行981A線 而這卡是會通道走的 雖然大部分時間都是駕駛112 即行112 但今天他可以來到8P 我們在這裏介紹一下 其實他買了一站 我現在看一部影片 才看見他 換了牌 暫停在下 如果他真的暫停在下 搞絲牌 走了 那我也蠻麻煩的 無端端站著 白等一場 然後不能上車 當然 看到我拍到影片 放得出來 就知道我一定是上車的 這個黑白淡 就出了一部新的奶茶 那他好不好喝呢 我們就不要理會他 因為我不是打算賣廣告 不過呢 你會見到 他就寫了100%荷蘭奶園 那我八八掛掛 走去看看 究竟是荷蘭奶園 究竟是哪裏做 哪裏把奶園成為奶茶 那會不會是 哪裏的國家 可能會受歡迎一點 或者哪裏地方 會真是荷蘭做 還是怎樣 然後我就買了來喝 然後我看看 他又寫的 原來是Made in Korea 韓國造 他又沒有什麼看 這個鏡頭一轉 你就看到 這輛車為何值得追 某程度上 Ian是無處不在的 就算你八達通上車 那一刻 你已經看到他 跟你說Hello 他有一些歌迷團隊的名稱 你看一上來 一拍卡就看到他 然後整輛車 連內裝 上樓梯 你都看到他 還有你做一個心形的手勢 然後 沒有處不在 然後 當然一定是有賣奶茶 的廣告 還有車頂 我又會帶大家慢慢去看整輛車 在灣仔碼頭上出的好處 就是整輛車只有我一個人上車 那我就可以慢慢拍 不怕會阻礙其他乘客 如果你在小西灣上車 就可能沒有這麼空的車 你看到無處不在 每一個位置都有 其實如果你有留意開 其實喝這個黑白 新出的經典奶茶 其實他正在搞一樣東西 就叫人喝奶茶送海報 其實他只是把五張海報的樣貼在巴士 這個位置 如果你是陳卓賢的歌迷 就非常之多開心 整輛車對著他 笑口細細 有一個誠意 雙手奉上的 又濃又滑的黑白奶茶 知道你疲累 還要回來享受一下 他最搞笑的就是 他那個海報 例如剛才說 對著你送上奶茶 他不是只有他的樣貼 有一個堆白的 他說知道你疲累 叫你享受一下 嘩 多嬌 當然 暫時都未有人上車 而每一個背 也有他的廣告 坐車悶悶的 做甚麼呢 就是看著他 看看他商品的資料 當然也是賣廣告的 一種手段 這件東西叫做 拍著上專線 簡直是整個巴士欄 歡迎乘搭黑白 成Ian的拍著上專線 你看到他多開心 叫你上樓上看看 我們一起上樓上看看 嘩 一轉角 又見到他笑口細細 對著你多開心 很開心見到你 究竟他開心他見到你 還是你開心見到他呢 好 反過來下車 就會跟你說 加油遲些見 要遲些見 配對白 如果是他的歌迷 HALOS 你說多開心 這輛車真的 搭得特別高興 當然 樓上的情況 跟樓下一樣 車頂一樣 是黏著黑白 奶茶的廣告 每一個角落 總之有空位 都會見到一個廣告 看到Ian的樣子 等你整輛車 就被他包圍住了 搭車滿滿的 剛才那個貝爾的廣告 甚至車頭第一排 都有廣告 你說真是無處不在 所以這輛車 比上次 Anson Lo 就不一樣 Anson Lo 裡面的那一卡 只有一個撥殼 裡面就沒有什麼 而這次 就是有一些廣告 讓你慢慢看 全程拍攝給大家看 好了 嘩 這麼快 我們就去到小西灣 上次Anson Lo 就打了我 從來沒有去過的 中秀貿平 今次Ian 就打了我 很久很久 沒有來過小西灣 令我不少回憶 上來 以前都在小西灣 上去過 現在看看 車的外殼 笑口細細 四萬港口 你看見多高興 喝奶茶 喝得多會肥 老實說 我不知道Ian有沒有喝過 因為 在網上 有人說 很難喝 有人說OK 我自己喝過 一般 但味道未必很容易接受 你也不要跟茶餐廳 甚至快餐店奶茶 給 我都算很幸運 因為我下車後 真的搞了C牌 離開了 因為在灣仔上車 沒有多少出道 銅鑼灣就是大塞車 這輛車本來由 灣仔碼頭 去小西灣 8P 走東區走廊 應該很快到 我坐了一整個小時 真的 人都懵懵 所以他就搞了C牌 離開了 當然 我也要做一個例牌 就是塞我的樣子 和Ian 合照 我們一起看車路 欣賞一下他的廣告 如果大家想坐在黑白奶茶 城Ian 的專線 巴士 其實現在到9月23日 他仍然會披著廣告 在不同路線走 這輛新巴 雖然大部分時間 都是走一、一、二線 但是 都是有機會走其他線 你想檢查真點 那天走哪條線 你可以下載APP 它是ACROSSBUS 基本上 你可以看看其他巴士迷的報料 就知道當日這輛車會走哪條線 你就不用白走一場 其實當我真的走到彎仔碼頭追 他的時候 其實我在街上也試過一次撞到他 就是剛剛他走一、二 在太子 我立刻就拍下了 他在馬路上的情況 因為他實在太大了 陳卓妍 真的很遠都能看到他 這個樣子 真的很眼睛 最後 來到編短的追末 我們除了陳卓妍 我們就送多一個MIRROR 當紅的成員 那是誰呢? 鏡頭一轉 看看後面的巴士 就是 接下來 就是姜濤 我相信姜濤 現在是無處不在的MIRROR成員 這次的影片就到這裡為止 多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